今天就討論個 topic 最近除了美人計、倫敦金美容計的業話之外 連登都有討論,有兩個外國人 經常在世界各地溝女 偶爾都會來香港溝女 拍了一些視頻 聲稱Hong Kong Girl is easy 當然會辣慶當地的人 發出片給我看 說他在街上怎樣叫別人的女兒 我有自己的看法 那兩個人叫甚麼David Bon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有幾條很出名的片 在網上流傳 一條是幾年前的 南桂芳那條是 他抱著女兒 說那個鬼仔 同時間那條女兒的手 被一個港男拖著 情況就像角力一樣 一個就抱著 一個就拖著 那個畫面很詭異 究竟那條女兒是喜歡哪個呢 最後 鬼仔成功拉走那條女兒去爆房 先講舊話 先講那條歷史 我自己這樣看 那條女兒很明顯喜歡貴制 港男下輸了 沒說iyorum 顛倒服輸 你在能櫃框 水溫 不能飛到月 拖著 我也我想說 拖着不代表甚麼 你注目過很多 我都不代表什麽 最終贏家是鬼佬,拘捕了他 引發了一個很激烈的話題 港女是否喜歡鬼仔,或者吃羊腸呢 我們叫做羊腸事件 好了,羊腸事件是肯定的 這個不用說 等於太陽跟東方升起一樣 港女是否喜歡鬼仔多 如果一個鬼仔,一個港男去對比 如果大家的條件樣貌相差不太遠 應該都會選鬼仔的,我相信 沒有的,一向都是這樣 不需要解釋,一來,鬼仔的文化不同 Opermind很多 他們玩的東西都很放 或者那些偽ABC又很喜歡 或者那些偽ABC不是真的偽的 可能真的是ABC來的 可能都在外國讀過幾年書 半真半假 他們慢慢都會接受到那種 Opermind那種鬼仔的性格 不出奇的,是好玩很多 一來又攬頭攬計 而亞洲人通常拖下手 拍拉圖 變相較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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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相 那些鬼仔便贏了 不出奇的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那兩個二人組 Darick Braun 叫做Darick二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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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高手來的 但我沒有看完那些片 總之功力不差 不是窄人來的 雖然他的名聲不太好 很多人說 死鬼佬在這裏追求女生 但你留心 他都是走回來的 害怕回來的 當你被一群劍盤戰士摘男 在家裏打飛機的時候 他真的在街上 跟女生在這裏聊玩 留心他還要合法 你內他不好 他不是犯法追求女生 他真的走過去 Nice to meet you You are so cute Oh your hair Your hair is so cute So beautiful 他真的走過去 去抱怨他 當你這幫港男 不能敢做的 不能敢做一些事情 他做了 他基本上是有付出過的 Darick二人組 是有付出過 才有成績在這裏 而事實上 他亦都是給很多港女欺面 這是一個實情 他拍出來 事實上 不是很多女生 可能三十幾個 可能二十幾個都 都看過他臉 但你不要理 他就是用大數法則 找到一些女生 當然 有醜有美 我自己覺得 很正常 就算我下街抄牌 都是有醜有美 我自己也不會覺得 這兩個人特別厲害 但我自己覺得 他一定不是差勁 如果我沒有詳細研究 我才能分成真實層 總之這兩個人的能力不差 這兩個人一向都是靠拍片 然後就放上網賺錢 因為他們應該還有一個網站 就是給你們一些花水看看 那些再勁的溝女 溝女片在真實網站 你就會花水看 外國很多這些PUA 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拍片去教人 我自己覺得沒什麼問題 我自己錄音都講了四百多條片 無心插柳 純粹是 本來是抒發自己的感慶 抒發自己的喜怒哀樂 誰知道 慢慢就有些心得 不可以說教人 但是就是過內人身份 去給一些心得給網友 結果真的有少少錢給我 這裏也謝謝網友 這是題外話 這裏先講Derek二人組 不是Derek X Derek X是大肥佬 那些人經常搞錯 這個是Derek Bond 還是什麼鬼 我自己覺得 上網的評論 一味吵架這兩個鬼佬 其實幾方便都吵架 有吵港女是雞 又吵港男是納納殺 某程度都是對的 他們吵架的東西都是 純粹是 我覺得是 香港人比較少接觸PUA 那個行業 或者營運 或者運作是怎樣 其實這種叫做Day Game Light Game 覺得很稀奇 原來可以這樣追求女 這樣真是追求美女 這樣 這樣 其實很簡單的邏輯 譬如 當世界沒有互聯網 沒有WhatsApp 你父母 你爺爺那代 應該說你爺爺那代 怎樣追求女 你爺爺那代 其實就是這樣追求女 其實是一夠樣的 那時候都有分 有分勁人和窄人 一定有的 可能你爺爺沒有那麼勁 但是普通Day Game 可能偶爾旁邊亂射 那個妹妹多漂亮 都會去聊她聊天 這樣運作 以前那時候的愛情是這樣運作的 那我們再追溯一點 再遠古一點 古代有沒有呢? 古獨根本就是Day Game 根本就是一個習慣 即是 再遠一點 即是皇帝也想玩一份 我自己這樣看 以前看那個環珠格格 經常看到什麼康熙 乾隆那些 經常都微服出巡 我心想 哪有那麼多微服出巡 屌你露尾 根本就是想Day Game 即是Game到悶 後宮三仙 因為後宮三仙不是不好玩 但問題就是選過 還有有一班人選過 那班人如果眼光差的話 就選了一些垃圾給你 因為此其一 其二就是不是真愛 有時候皇帝要玩得多些蛇蟹 皇后那些太后娘娘那些全部都是蛇蟹 不是貪皇帝有錢 是貪皇帝什麼東西 所以皇帝都會享受真愛於人 他們可能會帶幾個伙計 識路之人 去民間Day Game 所以環珠格格才有搞笑故事 就是阿琴耀就是 好像說他都有一些參考 例如參考一些東西去作這個故事 又斜得太遠了 總之Day Game 歷史就很久了 根本就是一個與生俱來的習慣 好了 突然之間這個互聯網時代 每個人都在這裏督手機 屌你老尾 督手機多於追女兒 就覺得Day Big Bang 那些很神奇 這樣都能追女兒 甚至在別人的兒子面前追女兒都還可以 覺得很稀奇 但我心想為什麼這麼稀奇呢 你到街上跟那個人聊天 一來不要想到這件事這麼難 難是在於你自己的心魔 永遠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有時候有些網友都問我 你到街上追女兒吧 有沒有試過遇到一些有男朋友的女兒 那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 抄很多牌都是有兒子的 其次甚至有些是附近的 兒子在旁邊附近 坦白說有幾種反應 看回兒子是什麼質地 是alpha還是beta 如果是beta的話 其實你和女兒多聊兩句沒有問題 如果是alpha 她就會空狗你 空狗你便離開 你都不想生事 其實我們下街抄牌 其實最主要就是找些單身 最好就是 如果有兒子那些 就留個contact 他有一天他擔心便再找他 我就是這樣運作的 只是抄好 儲存號碼 但這次的David Bond 有一條影片 封傳 網友不斷傳給我 就是他應該在Time Square 在時代廣場 一樓 應該是一樓 看一個地方 就是 有一對情侶 想著搭電梯上去 當時 他就截人 就說 You are so cute 這樣 那條港女又真是答話 然後就有水溫 很有趣 他拖著兒子 但是呢 就不讓兒子上去 拉緊兒子 這樣就跟那個鬼佬一起聊天 這樣就失戀了 中間那條港女就失戀了 跟那條鬼仔聊天 接著就 接著有鬼仔就遞個電話過去 叫他留個contact 這樣 港女就把電話給他 他中間有問過男朋友的 有問過男朋友的意見 男朋友就很懷疑這隻雞 就說你喜歡 這樣 港女就把電話給他 當然啦 這條片就成為網上的業話 大家要公審這個港女 就說 這個港女是臭雞來的 那我就用一個國際裁判去看這條片 首先 三方面都要吵 三個人都要吵 那對情侶要吵 David 也要吵 首先 David 應該不要選這條女子去接觸 但因為他要賺錢 大哥 如果他不製造過話題 你們這些混蛋又怎會看呢 是不是 在這個娛樂觀眾的角度來講 他是很懂得做的 他是專門找一些情侶 這樣才夠 嘩 辣慶你們這些心情 在這個製片的角度來講 他是成功的 但是如果在一個PUA的世界 他又不是太尊重香港的男生 不是太尊重香港的男人 他擺明的 他都不必要尊重這些港男 在於鬼佬的角度 我想他會給很多人like他 在於港男的角度 我們這些角度 就覺得 你在道義上 就不要搞別人的女兒 應該這樣 好了 我們講一下他的抄牌技巧 我平時都是類似的抄牌 但不會稱讚女兒很可愛 都是以事論事 港女兒很受樂 很受樂 那些鬼仔會稱讚他 那便停下來 那便聊天 聽到別人在英國 英國回來 馬上濕了 出了水 那條影片 我其實不是很想連結 但也放進去 因為我放了連結 你們要放進去 變相就整紅了 但我只說你們 大家不知道我說什麼 我都放連結 在描述內 有興趣可以看一看 好了 他道義上是差一點 但我自己覺得 當然 Derek Derek 是用做朋友的 做朋友做closing 其實又不是錯的 做個friend 又不是做girlfriend 但到以上 深層次少少 到以上 就不應該這樣做 你看到他有兒子 就不要搞他 不是人 差別人的家庭 這樣 你這些換票性質 坦白說 Derek 你又不是找愛情 對不對 你又不是搞別人 真是 別人真是談戀愛 對不對 好了 第二點 就是港女 港女又不能尊重 她自己的男朋友 你可以分幾種程度 假設港女 港女不是不可以跟外國聊天 是可以的 但你可以說 我經常聽到 有些女生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 挺得體的答法 可以跟外國說 I am very appreciate I appreciate your approach But I have a boyfriend 然後 回答了他 那只是個鬼佬 那鬼佬就自己會走 你兩邊都可以贏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個 聰明的港女 我教精一些港女 屌你老闆 反而有些 我真的遇過一些鬼妹 反而是這樣會回答 她說 我很欣賞你的 approach 我很欣賞你跟我跟我聊天 但是我身邊已經有男朋友 就搞了 屌你老闆 那你港女就贏盡兩面 贏盡的 你想想 鬼佬又贊你 你又懂得體 港男又覺得我女朋友又真的得體 娶得過 娶得過 現在就是娶得過港女 就是沒有智慧 別人問你抄過牌 不想給男生面子 不給男朋友 你給面子給那個鬼佬 這個就是不認識做 你都知道Derek Bond那些是換票性質的 你還給他 扶他走街 好 當然 我覺得港女 如果你單獨一個 男朋友不在場 你都可以給他的 做個朋友沒問題 還有抄過牌 牌可能是Columber 港女可以不回覆他的 大家也不需要想太多 有時抄過牌 沒什麼用 但是看來那些水溫又不是假的 那些水溫都很堅堅 都是很著弱的那種水溫 那條港女 好了 港男又要怎樣 撩你老尾 拉走你女兒 撩你臭街 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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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然後又說 你這條鬼佬 扯他上去電梯 就算了 你這條俞女想不想聊天 你不需要給他選擇權 另一位David X達人 肥佬 神祖說了 愛情是專制的 你為何讓他選擇 他問你給不給 當然不用想給 用粗口 扔走那兩條鬼佬 那就解決了這件事 你又有霸氣 你這條女兒又覺得 你又說得到事 想想想想 那樣 變相鬼佬幫你加了分 你都不想知道 你撩咎那個鬼佬 如果港男當場撩咎的鬼佬 當場你在女兒面前威脅 立即洪風再現 這個港男又是不懂 借那個場景去升高自己的價值 有時未必這些局 是鬼佬贏了 其實這是一場對譯 三方的對譯 港男、港女、鬼佬 看看現在誰贏 現在結果就是鬼佬贏了 就是這樣 你見到 港男A都A 沒有發出 給分給鬼佬 港女直接出了水 又給分給鬼佬 那現在就贏了 鬼佬現在就贏了 那個David Bond就贏了 然後我又覺得 整件事就是這樣 我已經分析完了 那些人公審港女 然後又說 認住這幾隻臭雞 他們又專吃羊腸的 我自己覺得 對這件事就不知可否 因為我自己覺得 沒有什麼好公審 他又沒有犯法又沒有性 我覺得這條Derek 這條Derek 也算是 他又不是騙錢的 他只不過是 One Night Stand 那類的東西 厲害的 這樣 只是一個Player 老懶一大堆 你怎麼拍得光 你不如 如果你要公審 那些港女 不如你整個 老懶 你逐個港女 跟她們拍張call up 貼上網 就更好 對不對 這樣就沒什麼分別 我覺得 沒什麼特別要去公審 因為世界上真正的騙徒 有很多 有倫敦金 美容雞 潘傑 那些 那些是值得公審的 我自己覺得 最近有人貼街燒 那些是值得公審的 Derek 你可以封一下他 但是 他追求那些女 小女 特別去公審 就沒什麼特別的 我自己覺得 他丟個黑 就算了 就找人了 那 至於港女 是否公刺 是否雞 那些女生 這樣就 這個不用說了 就是 不需要特地去證明 好了 那就還原主題了 香港girl 香港girl is easy 香港girl is easy 是不是很容易 香港女生 其實對於高手來說 就是 一點都沒有難度 但是對於一些新手來說 好像阿勇之流 就變得很難 其實這些Derek 這些人 其實他們就是掌握到愛情 那道公式 他就是知道 什麼叫水溫 很簡單 他走過去 第一眼就已經有水溫 可能他見到鬼仔 好了 再跟他說 You are cute 那條鬼妹 那個港女就開始著燈了 他見到這一下子 補多幾句 Are you are cute Make friends 遞電話過去 他見到yes letter 建立了 遞電話 抄牌 就是這樣 他就是見到這件事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 他有勇氣走過去 很多 建盤戰士 很多人都不敢做的事 就是 人家又走過一條路出來 我覺得有什麼好公審呢 我對這件事 就是不至可否 他又不是沒有努力的 他又不是說 握神騙鬼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 如果要 Darick 這個人 那要三樣 港男 港女 全部都要 那我覺得 就比較fair 好了 今天說到這麽多 如果你外情有問題 阻力的 我E-mail給我 想玩D-game 當然多個月 多謝收聽